刚才我在后面敬拜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专心 因为可能今天 刚刚小朋友隔了一段时间回来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教会让活泼的小孩子 他们有属于他们活泼的地方 因为他们会这样 你也制止不了 因为他们就是小孩 他们就是小孩 但是我们这里是主日敬拜 所以我们必须要 教会要安排一个很好的空间 给他们可以蹦蹦跳跳 他们可以继续的大大声讲话 都无所谓 弱势能行 至少就训练孩子 他们可以跟我们大人一起主日敬拜的 Amen 是可以的 这个是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圣经说到老他都不会偏离 我四年级第一次上教会 我很感恩我四年级开始 我就开展了我在教会成长的人生 我到今天我都很珍惜 若不是那一个我很幼稚的年代 我什么都不懂的年代 我也不懂礼貌 我也不懂什么是尊师重道 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没有很好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背景 教会的生活就取代了 我整个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根基的时间 就是正确 然后成熟稳定的那个教育的背景 我很感恩上帝不单赐给我救恩 上帝让我在教会长大 这是我很珍惜的 我十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去教会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所唱的每一首歌 所第一个见到的人 他对我所说的话 我到今天都没有忘记 我那时候第一次去教会主日学 我在新马第二老的教会 就是基督教长老会活水堂 130年的教会 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 我的阿姨就这样的把我带进教会里面 我到今天我心里面都很感恩 因为那一个决定 那一个我们讲那一个开展 就决定了我到今天50岁的人生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五十之天命 五十之天命听过吗 好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这句话是孔子 他在70岁的时候 他规划他的人生 他说人的一生他要有每一个十年 你知道吗 我们华人有一个班当拉朗 其实这个班当拉朗 其实到最后在西方 他们医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到 这个不是禁忌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一个真理 他说华人我们每一个十年 我们那个第九年 我们都会跳过 对不对 多少人你懂这个东西了 只要是九你们都会跳过去的 因为九那一年 每一个十年的那个九 十九 二十九 三十九 四十九 五十九 华人传统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观念 那个九那一年呢 是很不好的 那个九那一年呢 很碎的 福建伟说很碎的 要跳歌曲 所以我们过生日呢 那一个九都不过生日的 尤其是老人家 六十九不做的 要做七十的 所以叫七十大寿 七十九不做的 因为做了会走的 不可以的 OK 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因为他们说九 到了第九年 这每一个十年的那个最后那个九 那个是很难过的一关 有一关要过 那一关一过 哇 你就好了 你就OK了的 然后就等下一个关要过 你知道吗 每过一个十年 很多人说 哎呀这个东西是华人民间宗教的一个明信 可是后来西方他们发现到 原来人 他的身体 人的身体 这人的身体呢 他每一个十年 他会有一个代谢 他会有一个过滤 这个身体来到每一个十年呢 他会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转换 所以这个转换呢 他有可能 会造成 会让你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十年快要到的时候 你身体可能有一些的代谢的作用 或者是身体的这个机能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 季节的转换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在那个时候 你有病就会出来了 那个病就会在那一年出来 因为累积了一段的时间 所以西方他们的医学就发现到说 是的 每一个十年呢 是人的一生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的季节 The seasons change to a season From a season to another new season 所以呢 在孔子他七十岁的时候 他回看他的人生 他说 务时有五 而至于学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每个十年 我有五年 我是专心致志 认认真真的 做人 学习 进取 追求进步 而不马虎 他说如果一个人 他每个十年 他有五年 而至于学 就是自治专心的去好好的学 去提升自己 他说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很有前途的 他有什么前途呢 他说三十而立 就是当你活到三十岁的时候 你就能独立了 你不用再跟父母伸手拿钱 你还可以拿钱回家 事实你就不获 不会疑惑 你不会因为今天IG 某一个人post某一句话 你就一个礼拜 你就心里不平衡 你不会因为呢 你在FB 有一个人就这样的批评 你所分享的一些的贴文 给予负面 给予反对 或者是给予一些很不好的评价 然后呢 你就很姨谋 然后呢 你的人生观就因为这样而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 红子说 一个人专心自治的学 到了四十岁他不会疑惑 在信仰也是一样 你应该在四十岁之前 你不断的一直有很多信仰上的疑惑 但是到了四十岁 你不应当是这样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物食有物而至于学 他到四十岁的时候 他对他的信仰不再是疑惑 而是什么 而是越深 越更深的进到一个信心的层次里面 疑惑不再是他信仰的问题 他已经不会想过说我要投靠别的神 他已经不会想过说我要离开上帝 他不会疑惑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什么呢 有别的神好 我就去拜别的神 然后呢 我离开我的信仰 我的神不 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五十呢 孔子说五十知天命 一个人到了五十 他就知道天就是上帝 对他生命中的命定是什么 已经开始知道了 所以我告诉你啊 很多人五十之前呢 他们在外面逍遥 很多基督徒五十之前呢 他们不上教会 很多基督徒年轻的时候 他不会回到教会守主日给奉献 不要紧 他离开神 离开的远远的 好像圣经里面的小儿子那个浪子 不要紧 我告诉你 通常到五十岁 他都会想回来教会了 他到了五十岁 他开始明白了 我不可以没有上帝 我需要回到神面前 你不信你看 孔子讲得很对 这个是人生经验 他说到六十呢 他说到六十你的耳朵 已经很顺了 没有什么话可以伤害到你 一阵不觉 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让你得意忘形 你可以爽一个礼拜 每一句话听进你耳朵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都是那么的什么 顺耳 做人这样好不好 这个不是洗法了 这个不是麻醉自己 这个不是对世事 没有感觉 不是 这是耳顺 他说六十而耳顺 他说如果到七十呢 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欲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 他如果每个十年 他有五年专心的 一半的人生 一半的时间 他可以专心的学习 认真地追求 他说这个人到七十 从心所欲不欲己 就是他心里 就是那么的舒畅 他心里面呢 所要的都得到满足 而最重要的是那三个字 叫做不欲己 什么是不欲己 他有一个真理的限制 他不会超越一个规范 他有一个规矩 他知道什么 是可以做的 什么是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 再刮过去就不行了 你知道华人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 有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华人的先辈 叫做沈牧尔 你们听过吗 沈牧尔老前辈 他写了一首牧尔形的字 这个是华教的一个斗士 但是呢他很可惜 他一世英明 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去非礼一个女生 结果就一世英明 回忆一旦 他从一个华教斗士 你懂什么叫华教斗士吗 一个在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里面 很被尊重的一个 对教育 对华人社会很有贡献的一个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就因为呢 他背里一个女生 完蛋了 就这样 他这一生就完蛋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预计 就是他已经做一些事情 超越 不可以超越的规矩 over the limits that you could able to do 不可以 孔子他说 一个人如果这一生 好好的学 他的人生将是这样 阿贝 但是到八十呢 孔子没有讲 因为孔子活到七十二就死了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很可惜的 这是很可惜的 老子呢 就活得很长命 孔子其实在三大思想家里面 他是最短命的 七十二 在那个年代其实算是 还蛮年轻的 因为老子 他最少活到一百六十多岁 这个人呢 你要活到这样老 谁要活到这样老 请举手 谁要这样长命的 可以 你就住在深山野林 山洞里面 因为老子呢 他自从开始研究天道 他都不住在人间 他就不食人间烟火 他就住在山洞里面 孔子有一次呢 他很崇拜这个老子 这个思想家 为什么孔子很崇拜他呢 因为孔子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其实他研究的学问 是关于天道 就是天宇宙的道理 天跟人的关系叫天道 但是后来他发现到很难 他发现到真的太难了 很难明白 很难理解 他就开始换码头 我告诉你啊 你要换码头 四十岁之前换码头 你要换专业 四十岁之前换专业 四十岁一到 sorry哦 你只能够继续走现在的路 你已经没有得换了 OK 没得完了 所以要换专业 你要四十岁之前就开始换 Amen 那么这个孔子呢 他四十岁之前 他说不行 我三十多岁 我研究不来啊 太难了 他就开始转 后来孔子呢 他就成为鲁家思想 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 鲁家思想是研究什么 专研究人伦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忠孝仁爱 什么是礼仪连词 这些都是孔子很伟大 给我们华人的学问 因为有孔子 我们饭桌上 我们有饭桌礼仪 对不对 老人家没有坐下来 你不开心吃的哦 有没有 老人家拿筷子 你们才可以拿哦 老人家拿第一道菜 你才可以夹菜哦 然后呢 老人家怎么样 老人家讲 开饭吃 你们才可以吃哦 这些都是饭桌上的礼仪 拿菜不可以拿 远远的 要拿靠近的那一块 你明白吗 这都是饭桌上的礼仪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我们华人 有很多这样的礼仪呢 所以呢 连传道都不叫传道 基督教的传道 不叫传道 叫传道人 因为要先懂得做人 你才可以传道 要有道 你才知道怎么传 所以要传道人 第一个先写会做人 不会做人 完蛋了 在华人社会 华人基督教会 一个传道人 再聪明 不会做人 我跟你讲 很麻烦 有没有一道 不会做人的人 别要做人 有没有 我们华人是 要很会学会做人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人伦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里面 只有我们华人 我们有很丰富 也有很繁复的一个礼仪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礼仪 Amen 西方人是没有的 西方人是自己讲 自己爽 你明白吗 我想怎么讲 我就怎么爽 然后你要生气 你就自己慢慢生气吧 他不需要跟你交代 但是华人不可以这样 弟兄姐妹 他就转了 他就转去人道 那么这个天道 就由这个老子 他就继续的 用他的一生 去研究天道 所以孔子 他很崇拜他 有一次 他就想 我要去见一见 我的梦中情人 就是老子 我想看到他是何方神圣 结果他就真的是 翻山越岭 终于去到那个洞了 要进去见老子了 老子也不一定要见他 还好老子可以见他 这个人够认真 你知道吗 这个老前辈 他要进去见他 然后孔子就跟他的弟子说 你们不可以进 因为他只见我一个人 结果他就一个人进去 进去了一阵子 他出来了 有一点像摩西亚 上西亚山 然后呢下来了 那种荣光又出来了 哇好像是见到上帝一样 真的 就是出来的时候 他的弟子问他 请问老师 您看见了他没 这个孔子呢 还来不及转过身了 因为呢 还停留在刚才那个氛围里面 见老子的氛围里面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 我也不懂 我见得到他没有 我也其实不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见到他 那个弟子就讲说什么 你到底在讲什么 他讲说 如果你问我 鱼怎么样在水中游 我看过鱼在水中游 你如果问我 有没有看过龙在空中飞 他说 我今天已经看到龙在空中飞 那么你说 我到底有没有见到他本人 哇 这个问题是 你可以讲有看到他 你也可以讲没有看到他 孔子形容老子 当他看到他的时候 好像看到飞龙在天 哇 超夸张的 但是这个老子 他的思想 后来圣经约翰福音 第一章第一节的宣告 其实早在老子 他的那一个思想里面 已经看见影子了 只不过约翰福音 一章一节 是把那一个真命天子的答案 讲出来 他是谁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们正见过 他的荣光 正是复独生子 耶稣基督的荣光 哇 前面那几个字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圣经 约翰福音 他把上帝 这个名字 他用道 来形容 the word 而这个道 就成为我们 中国人 我们华人 我们学汉语 一个很重要的字 连我们呢 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都会把一个道 加进来 叫做我知道 对不对 我知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知道 其实呢 不用这样讲的 这个道不用加进来 这个字也可以完整的表达的 对不对 你知不知 我知 西方人没有道的观念 西方人只有 诗的观念 Do you know No No what Just know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是 Do you know Yes I know No what No doubt I know the doubt 道不是英文不叫道 叫word There is a word The word is Go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道 成为了我们中文和合本 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 我们把word翻译成道 因为这个道 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道 在老子的诠释里面 他用尽一生 将近一百七十年 他追求什么是天道 他要明白这宇宙有没有一位主宰 到底他是谁 他在哪里 他是怎么样的 他如果是存在的 他有没有跟我们人一样有感情的 他要明白 他要寻找这一位创造 的主宰 他用尽一生 他只不过讲那几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这个叫做 你问我 他叫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能够告诉你 他叫道 然后呢 如果你说这个道 不够伟大来形容他 你可以叫他叫大 约之大 哇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老子用尽一生 他说 是 他说这个人世间 我明白了 这个世界有一个道 这个道 它的名字是叫什么 它有没有感情 我不知道 而圣经 约翰福音 宣告 他就把老子所看到的那个影子 的那个实体 他就跟他宣告出来 感谢上帝 所以你说老子伟大 超伟大 为什么我讲到这个地方呢 因为刚才有人问我 什么是五十而至天命 满头雾所 我就解释了这些的东西给你听 所以亲爱的青少年 你们如果还没有到三十 你们要 务实有五而至一心 在这个年代 没有读书是不行的 在我们 我是七零年代的 我今年刚好五十 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 中学你只要SPM有一张文凭 基本上 你就可以玩谁了 你就可以进新加坡 你可以拿到PR 但是在今天这个年代 对不起 行情变了 哥罗米起价 文凭也在提高 现在SPM 没有用了 你最少要有大学文凭 所以年轻人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读书 你不读书是不行的 这句话 你一定要听进去 然后告诉自己 这句话是对的 这句话是真的 这句话 而且呢 这个大学 可能到你读大学那个年代 可能已经不是学位了 可能他最少要求你 你要硕士学位 因为这个世代 知识不断地在暴腾 尤其当姑姑跟哥哥 已经正式成为我们世界上 最伟大的老师 叫做谷歌 他什么都懂 最伟大的老师不在学校 最伟大的传道人也不在教会 他的名字叫做姑姑或者是哥哥 你什么不懂 你找他就可以了 如果他真的不懂 他原意以文字上解释不懂 他就会跟你refer去另外一个视频 叫做YouTube 你可以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知识暴腾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易的 只要你肯学 你有心智找答案 你都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可以这么说 在这个时代我们很为难 文凭很重要 但是读书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要读书 你想要上网就可以了 你找姑姑跟哥哥就可以了 他就是你最伟大的老师 但是你找姑姑哥哥没有文凭 你还是要有一张文凭 所以亲爱的少年人 亲爱的青少年 你在这个国度复兴教会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刚才走了一圈 你们教会应该有的都有了 但是你们会玩吗 你们能掌握吗 刚才我们的领上 我三年第一次上来 谢谢你包容我 还有别人吗 除了这个什么名我都忘记了 这个叫Christine Yes 还有没有青少年 你可以上来 我决定做传道人 是在我17岁的时候 我决定受洗 是我在10岁的时候 那我第一次进教会 我就把那第一次 第一首 我成长的一生当中 基督徒的人生里面 第一首的歌 我都跟他寄进去 后来我用那首歌 赶赶的去参加 教会跟教会的歌唱比赛 还拿了冠军 我得到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的家 没有很好的家庭教育 我妈妈看我就是不顺眼 你就是一头猪 你就是猪 你笨得像猪 你没有用的像猪 你在这个家只能吃 你什么贡献都没有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讲 你看我样子像猪 瘦版的猪 还是帅版的猪 我就是猪 你知道吗 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内心里面很破碎 我内心里面很自卑 我总是觉得 这个世界上随便一个人都比我好 我去了教会 我不意 我达到了信心 我开始发现到 其实我是有用的人 我自己争取机会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走听过吗 必要得做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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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光 这一首歌就是我 第一次十岁我进教会 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带领唱这首歌的 叫做邱德恩老师 他现在人在美国 他已经老了 他最少有七十岁 他 是我第一次大进教育 我什么都不懂 进到教堂 这么多小孩子 我心里面很胆怯 没有见过世面 那么呢 我从此以后 我就爱上了教会的身体 我在教会里面成长 所以我要感谢上帝 我的爸爸妈妈 或许不是很会教我 把我带大 但是我很感恩 教会的老师 教会的牧者 教会的领袖 他们陪伴我长大 所以我告诉你 在这个今天的混乱的世代里面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在教会成长 让你的孩子在教会成长 绝对这条路是不会错的 阿们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牧师 不是我的家 是教会的陪伴 让我有今天 那么呢 教会奠定了我信仰的基础 但是呢 我信仰的风范 是我自己努力的 阿们 你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是教会 家庭 父母 你生命中的恩人 所赐予你 所赋予你的 但是你信仰的风范 你要自己去建立起来 你要自己去努力 在我那个年代 没有任何的社交媒体 什么资讯都没有 要拿资讯很麻烦 很有限 我自己想办法 去买书 我自己想办法 去录卡带 我听讲员讲道 我学他怎么讲道 我用他用的词汇 我看很深的书 看了不明白 我很烦恼 因为我真的不明白 那些神学书啊 真的是很难读的 教会有很多的书 你读了最后 我跟你讲 又一阵你都会好 为什么 你很容易睡觉 一读就要睡 真的是 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 我坐在台下 我听讲员讲道 我一点都不满意 我坐在台下 我听台上的讲员在讲道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舒畅 我觉得很纳闷 我心里面有一股冲动 我很想冲上去跟他讲 Christine你下来 你下来 我来讲 某某牧师你下来 你下来 我来讲 都比你好 很多人看 郭牧师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我说不 我要告诉自己 每一个的场次 不管是两个人 还是两百人 还是两千人 就用同样的情操 把我的道讲清楚 神的荣耀要在我身上彰显 而不是当我站上去的时候 我走下去 拿了奖言费之后 人家就巴不得快点让我走 这个人不用再轻了 不 我在校园的施工里面 我已经进差不多600多到700厂 你就想600多700厂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讲 但是我人生记得我第一次进学校的时候 我把握住那个机会 我告诉我自己 这一间学校请我去站他的台一次 他一定要一直请我 然后他会介绍别的学校 学校再请我 我不会让这个学校就因此给我一次 就不再请我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他们 想要再请我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做 去买cosmetic 弄自己弄帅帅啊 没有用的 人家要的是你里面 学校的老师第一次听我讲 这个敢敢介绍 不懂是谁介绍的 好 校长 训导主任 教务主任 辅导老师 全校 所有 最重要的那几个key person 全部都在那边 一直听我在讲什么 你知道吗 当我第二次进去 一个都不在了 他把全部的学生就放心的交给我 这个牧师我们听了 可以 我们放心让他讲 他不会乱乱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信仰的风范 是我自己去努力 然后去建立起来 不实有物 而至于学 所以 我度复兴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我第一次来到你们这边的时候 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 这个教会就从你们这些人开始建立起优美的信仰风范 认认真真的学 无论是乐器 无论是主席带领诗歌 无论是音响调控 无论是整个空间的规划 各方面 我们都要自制地努力地把它做好 人一进来 他们看得起的 不单是我们的神 看得起国度复兴教会 这个教会 I sleep 这个教会 我会再来 Amen 同样的 今天 是我第一次实体 站在你们教会的台 后悔也来不及了 因为我已经站上来了 但是我一定会十分地 给你们一个很清楚的信心 你们不会再放过我 如果 还有机会的话 这不是关乎什么 这是关乎神的荣耀 这是关乎我这个人信仰的风范 你信耶稣 他也信耶稣 但是大家信仰的风范不一样 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是没有风范 是一个饭桶 他没有贡献的 他只有一只吃一只吃 拿好处 Don't ask Don't ask What is your church could be provided to you You have to ask What you could provide and bless your church Amen 求上帝帮助我们 今天你们的牧师不在 他就这样大胆的 很放心的 把他的教堂的讲台 就这样交给了我 你认为 他会这样放心吗 当然他有做功课的 当然 他已经知道我是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信息都还没开始讲 我盼望呢 我们每一次敬拜上帝的时候 你预备好你自己 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 神圣洁同在之地 我们的敬拜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神对我们会说话的声音 教会会增长 教会会没落 他都有他的原因在里面 那不能够掌控的原因 我们凭信心交给神 那能够改变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负责任的 去把它改好 Amen 上一次我在你们的当中 你还记得 我跟你们分享这个题目吗 大胃成功人生的秘方 我只分享了一点 多少人有在线上听的 请举手 哈 哈 还记得我讲什么吗 是我形象很重要 你是谁就决定你这一生存在的价值 Rubito Ego Cogito Cogito Ego Sam 记得我讲这句话吗 你怎样看你自己这个人 我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这里呢 唯一比较熟的 比较熟的是Christine 我们同居了三天 我们一同居住 我们一起去吃 我们一起飞 我们一起去玩 这个同居 看到弟兄和睦同居 圣经用这个字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尾翼 还有这个 这个叫做 薰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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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 Buster Jimmy 我们 还有呢 你们熟悉的 见来长老 我们都一起和睦同居了三天 就这样 我就第一次认识了Christine 可能在她的印象里面 这个国牧师 真的是 我不懂 要形容她 她是极品来的 好像是极品中的极品 我还没有看过这种极品 其实我的人很简单 我的人很真 但是一个人真 你知道有原因为什么 她有自信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能做什么 在这个紧张 很紧张的社会里面 我常常在想 哎呀 第一次不认识 我们就 哈喽 说嗨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 走了三天 可是 我这个郭牧师 这些人怎么看我 我想来想去 我不用想这么多 我是谁 我就活出我自己 那就对了 你们要怎么样看我 那是你的事 我就做回我自己 我想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只要不预计 有一个规矩 那就可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自我形象就决定一个人 他的一生能够有多阔 能够走得多远 我们的自我形象是来自谁 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这一段的手经 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这句话就成为了我们 第一堂所思想的 那个自我形象 今天晚上呢 我继续讲完 很快的讲完 真的一定要把它讲完 这段的圣经 给我们看到 一个人成功 他一定要有非常清楚 属神的自我形象 第二 你为什么一定要属神的自我形象 属人的自我形象 不可以吗 属首相的自我形象 不可以吗 为什么一定要属神 很简单 因为人是成造的 阿们 就好像 就好像你跟你太太结婚 你生出来的孩子 不是像妈妈 就一定要像爸爸 对不对 不然你就是一半爸爸 一半妈妈 不可能像个别邻居吗 如果生出来那张脸 跟个别邻居的老公的脸 是那么一模一样 我跟你讲 你就担心了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你就算怀孕的时候 一直跟个别邻居的老公讲话 你生出来的孩子 都不会像他老公的 是谁生的 就一定是像谁 对不对 同样的 上帝造人 人就是像上帝的 你不要像上帝 你要像谁 不能不类 所以人一定有神的自我形象 你只不过是 回归到神 给你原有的那个形象 就是属神的自我形象 今天很多的青少年 Pattern Toko Badminton 今天很多青少年 整天搞一些很无聊的东西 有没有 为什么 你自我形象很模糊 不需要 你就是你 来 我们对旁边的人说 你就是你 胖就胖 不用紧 瘦就瘦 不用紧 难看到晚上出去 鬼都跑 也不用紧的 没事 向由心生 Amen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一个人难看 不是因为上帝造他难看 是他自己看 自己不好看 很难看 所以他就再美 他都变成难看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这个叫向由心生 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就是怎样 呈现出来的一种气质 所以自我形象很重要 所以第二 一个成功的人 他必须要有属神的 不只是自我形象 要有属神的信仰立场 你是不是一个 有立场的基督徒 现在很多基督徒 是没有立场的 底哥两 底哥左 底哥五姬 底哥婆 哪里好就哪里走 人家讲什么就信什么 这间教会好 这间教会不好 我们换教会 他就跟着换教会 这个叫啥的 这个叫做没有脑 你明白吗 你没有立场 人家换教会 为什么你要换教会 人家来这个教会 为什么你不来 我有一些的青年人 在你们的教会 曾经在你们教会 又离开了 都是我的青年人 我辅导的青年人 他们的问题 我都很清楚 我到今天我都不问 为什么你不要在这个教会 为什么你离开这个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不重要 我在去撒劳夜 三天那段时间 我跟Christine 跟Xia 我们都有很深入的一个交谈 信仰的交流 我为这几个年轻人 青年人 我为这几个青年人 我真的心里面 听了我心里面很安慰 他们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那个又走了 又有新的人来了 那这些新的人来了 他们都不懂要怎么面对 不懂急救又要离开了 那种感受很辛苦的 你明白我讲什么 但是最后呢 他们告诉我们 给了我一个结论 我说牧师 我们会留在这个教会 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的定位在哪 所以我们继续的在这个教会 我说对了 如果你一直认为教会有问题 你要换教会 OK 好 拜托你不要换 因为万一你找到一个教会 是完美无瑕 麻烦你不要去 因为你一去 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 如果你说 你去那个教会没有问题 哇 那个教会没有问题 很好 我们去 拜托你 我求你不要去 因为你一去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本身有问题 为什么 为信仰的立场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立场是什么 大卫他说 我信仰的立场 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的嘴唇也不提 大卫为什么这样子说 在那个年代 大卫他是王 他说信耶稣 你们就信耶稣 谁敢不信耶稣的 他所恢复教会的敬拜 就恢复教会的敬拜 所以在大卫做王的年代里面 他一心一意 有一个伟大的雄心大志 他说什么 上帝 我要为你的名 我要建造一所正殿 上帝只是跟他讲了一句话 你不可以 你的手 有流人的血的 不可以 所以上帝后来呢 有没有成就 这个伟大的雄心大志 在他的儿子 所罗门的身上 就成就了 以色列到今天为止 在他们的民族的历史当中 最辉煌的那四十年 就是所罗门做王的那四十年 所以大卫 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 但是你发现到 他再有权势 他是一个王 什么 谁比王还大 你告诉我 谁比王还大 王很大 对不对 最大就是他了 你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也是死得蛮可怜的 他死得不安宁 这里刚来刚去 刚来刚去 刚来刚去 一直在地 走不走 苏格兰走来 伦敦 伦敦又走去哪里 一直走 一直走 不懂到底葬了没 我都不知道 拜托 会晕的 我跟你说 因为他是王 在这个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面 你有注意到他有一个仪式吗 一个仪式就是什么 其中一个负责人 我不懂那个负责人是谁 就把一只的棒 在他的棺木面前 就折断了 一只折成两只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时代 他的权柄 已经终结了 了解吗 所以他的儿子上任做王 谁比王还大 中国人的学问是很伟大精神的 王上只要加多一点 就比你大了 对不对 那一点就够了 阿们 上帝比大卫王还大 大卫王清不清楚 他很清楚 我再大 我不可以超越神 我的信仰立场就是这个 我是服从于神的 我可以不服人 但是我绝对不可以超越神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生命中有一个信仰立场 只要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 sorry 没责 我绝对不会妥协 你要我妥协我死 哇 这个叫信仰立场 所以他说什么呢 这个信仰立场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基督徒 有一样东西是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里面 被分别出来的 就是我们要分别为神 来 第二不提说 第三不提换 不要去做 不要去说 也不要改变 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基本上 你这一辈子 你只要好好在这个教会就可以了 阿们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信信耶稣 信信信 信到最后 买万字 信信信信信 信到最后 一面信耶稣 一面拜观音 信信信信信信 信耶稣 信到一半 就怎么样 就开始 听外面的人讲了 信耶稣不用这样迷信的 一个月来一次就好了 十一奉献不一定要给的 信耶稣不一定要洗礼的 虽然你是基督徒 起非基督徒也不用紧的 还有 信耶稣不用紧 信耶稣 你婚前要信行为 要怎样 每一天都可以 不用等结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基督徒 是没有信仰立场的 尤其 是两千后的孩子 谁的孩子是两千后 谁这里有两千后的 请举手 到两千后的这些年轻人 我告诉你 他们是很有主见的 他们是很有立场的 他们的主见 他们的立场 我跟你讲 硬到 你怎样敲都敲不吹 我跟你说 我牧养青少年 三十年前 我就有牧养青少年了 我这三十年来 我看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我发现有一样东西 今天在青少年当中已经不见了 青少年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顺服了 他不懂 而且青少年他不只不懂顺服 他还有一样更严重的东西他不懂 他不懂什么叫做苦 苦难他不懂的 他不懂的 我们以前一生出来 我们就告诉自己 我就是要吃苦的 对不对 吃得苦充苦 方为人上人 现在你跟他们讲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一代的年轻人 还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见了 是什么 他们对信仰的立场是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 青少年有问题 你就叫他来 哈喽 少年人 不可以这样 你应该要这样 他会告诉你一句话 他没有生气 跟你讲 牧师 平安 牧师 关于我的事情 你不要管这样多 你专心讲你的道 我奉献我会给 我的事 我自己注意 谢谢啊 他就走掉了 今天青少年是这样 跟领袖讲话的哦 赞成不赞成 不要讲跟牧师啊 跟老伯老婆 跟阿公阿嬷 讲话也是这样的 我爱事情 不要插把你嘴 哇 以前我们那种 听到的是 那种叔叔 叔叔 才会这样讲话的 有没有 在咖啡店 有没有 现在没有我青少年 我的事 你不要理这样多 你们不懂的 真的啦 我们真的 懂得 真的比他们少 他们用的是 是手机咧 哈 我们听的是唱机罢了 他用的是手机 他们的资讯 他们懂的 真的比我们厉害厉害 好多好多 对不对 你电话不懂 你问年轻人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你问到半死 他教到吐血 你还是听不懂 哪里 青少年很厉害 可是青年青少年 聪明是聪明 没有信仰立场 可以同性恋吗 可以 只要教会不反对 我同性恋 我不要信耶稣 他们跟你做 你们这个信议会 是台湾信议会 台湾是全世界 第一个华人国家 是可以同性恋 婚姻的 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同性恋 可以同性恋 好像听不懂 什么是同性恋 同性恋可以吗 你觉得好不好 好吗 同性恋就是男的跟男的 假设讲了Christine 她说她有女朋友 她的女朋友是女的 怎么办 哇这个很乱 听好好啊 听好好啊 你信不信我讲这句话 今天十间教会 最少有八间 都有同性恋基督徒在里面 只是你不知道 十间教会 都有十间教会 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牧师 同性恋是很可怜的 你知道吗 牧师 我们不要再反对他们 可以吗 他们是情不自禁的 他们是没有得选的 谁说 来教会你有得选 买车你有得选 吃快餐你有得选 你跟我说 同性恋是没得选的 你怎么知道 阿们 你怎么懂 很多人讲话是很不复杂的 信仰立场 是一个人这一生 能不能够成功的关键 尤其当信仰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这个信仰立场 就会怎么样 就会 被挑战 比如说我最近 我有 这一个我的堂妹 我最近有一个堂妹 她的家窝就过世了 你们有tissue paper吗 有吗 谢谢 谢谢大姐 有你真好 最后一张都给了我 谢谢 谢谢你 我这个堂妹呢 她的家窝 她的先生 是家里的独生子 一个男的 要知道 然后呢 她的爸爸过世了 还没有信耶稣 她很紧张 打电话给我 不是 我是她的堂哥 我是哥哥 要怎么办 要这样处理 我就告诉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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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 我很怕 等一下面对上面的压力 她会compromise 她会妥协 哇 感谢上帝的恩典 没有 信心很坚固 我有我的信仰立场 我不献上 我不提说 我不替换 我也不下去走 我也不拿香 我说你 献花 买多多花 插住那边 然后人家在做仪式 你不要在那边讲话 你站在旁边 表示 你对你家翁的一个尊重 懂吗 献花 要买多多花 然后要有表示 帮头帮尾 校服要不要穿 要 因为那个不是宗教 那个是我们华人的文化 校要不要带 要 全部要做美美 要不要 媳妇要不要披麻 哇 如果很多传统他们要披麻的 热到半死你都要披 你知道吗 心听好好啊 现在 孝恩集团 很多的这些的大型的 这个终身服务的集团 有孝恩员 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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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先进山庄 你知道吗 这些大集团 听好好啊 你使用他们的设备 你用他们的服务 现在呢 他们基本上已经正在推广 我们不允许你们点香 我们不允许你们点蜡烛 什么都不允许 因为不够环保 而且呢 空气很臭 所以呢 他的家翁过世 他们用佛教的方式 一支烟都没有点 一根蜡烛都没有点燃 全部用花 看到吗 人家 都觉得基督教 才是可以参考 基督教很实际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 这个传统 民间宗教他们的白饰的这个布置 灵堂的布置 请问最多的是什么 不是 他的灵堂 现在那个花是多大 我跟你说 照片在很高很高很高有没有 全上面好像一粒地球的花这样有没有 开始受到韩风的影响 韩国人的那个灵堂的布置就是这样 全不是花 越多花就越多 越多花就是配套 越贵 现在呢 他们已经发现到 嗯 这样才是对的 瓜嘛 芬芳 我告诉你 人家都有我们的信仰立场 偏偏基督徒放弃自己 妥协自己的信仰立场 一个人啊 患得患失 你不用蒙想从上帝那里得什么 这是主的话讲的 来对旁边的人讲 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 没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有 要勇敢地讲出来 阿们 你不用讲到好面红耳侧 好像跟人家打架 这样不用不用 用很温柔的声音 把很坚定的立场讲出来 来送你八个字 思想冷静 心里火热 来讲一次 阿们 很冷静的 然后心里很火热 很坚定的 No 就是No Yes 就是Yes 阿们 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什么是信仰立场 在我的母会里面有一个老前辈 他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他的孩子才十多岁 五十多岁的姐妹 他的孩子才十多岁 哇他差不多要五十岁才生 你就是说 这个人极贫 哇也是极贫 他是谁 他是一个长老的妹妹 这个长老的妹妹 他在英国 他修完他的护士 就在英国的医院里面做护士 你知道做护士多数是给什么人追去的 哈哈哈 医生咯 对不对 多数是嫁给医生的 医生每天跟他 所以呢 这个护士 他的人生 也跟很多护士的人生是一样 就有一个专科医生 是他的上司 喜欢上他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二三十岁 就追他咯 哇 这个女护士 这个姐妹 基督徒姐妹 哦 他其实 他也爱上这个医生 但是呢 这个医生不要信耶稣 不信主 那么我现在问你 你觉得该嫁还是不该嫁 师母讲不该 你不可以讲该的 你讲该你就不可以做师母了 哈哈哈哈 对吧 谁觉得可以考虑的 你讲这个姐妹啊 这个医生啊 很喜欢她 她也很爱这个医生 但是就因为她 不是基督徒 她毅然坚定的说 no 结果她就为了这个信仰的立场 她真的放弃了 这一段 很好的关系 真的很好的关系 这个医生 转科医生 人很好 就因为信仰的立场 她曾经有很多个网上 心里面辗转难免 她一直问自己 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 她一直很怀疑 我为了我的信仰 我这样放弃一段 有可能 是我一生当她的幸福 值不值得 你知道吗 在信仰的道路上 她很多很多的疑惑 后来就这样 那个医生 她就娶了另外一个护士 通常都是这样的 她就喜欢上 就娶了那个护士 她继续在 这个公司里面 在医院里面上 一直到她 45岁那年 她依然单身 然后呢 也没有任何人 第二个人出现 追求她 也没有第二个关系 都没有 45岁那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听啊 这个医生 就是从前爱她 她爱的 这个旧情人 她呢 的太太 患上癌症 去世了 在那一段的时间 大家都老了 都四五十岁了 然后呢 她就鼓励 安慰这个医生 然后把信仰 福音分享给她 这个医生 就在四十多岁 死了太太之后 她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 这个医生 重新的在追求她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就在那个老来的时候 她嫁了给这个医生 后来在五十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 多少人 她有这样清楚的 一个信仰的立场 不容易 我对旁边人讲 信仰的立场是不容易的 真的 今天上帝 的祝福是迟来的 但是还是来了 求求帮助 我有我的立场 我有 我郭牧师的立场 很多人 可能你都知道 我的呼召 是在讲台上 我的工作就是把讲台拆掉 然后重新建造那个讲台 所以你听我讲话 是没有几句好话的 我来我不会跟你讲什么祝福的道话 上帝祝福你讲你喜欢听的 然后弄你开心 弄你笑 然后回家 这不是我传道人的复杂 我是把教会的问题讲出来 然后你们要回改 刚才我一上来我就讲讲教会的问题了 我很斯文的讲好 你要不要改你们自己的事 反正我讲了 我拆了我要重新的建造 所以呢 你听我讲到 一定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龙哥好像是在讲我 是吗 我要告诉你 听他好 对我就是在讲你 是 我没有否认 我就是在讲你 了解 如果你觉得 龙哥好像是在讲我 我先告诉你 你们的牧师是很steady的 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讲 连他的太太是谁 我只是在线上 稍微怀疑一下 应该这个就是师母 今天一看 对对对这个就是师母 都不知道师母是谁 然后刚才我来 Christine介绍他的母亲 给我的时候 哦 原来母亲在 在同一个家 我都不知道 我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Pastor Genie 会写福罢了 这样而已 这个是我对他的 唯一的印象 他以前是做这种的 哇 因为他曾经去过我教会 讲关于这个东西 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至于他到底是什么 call 他到底真正是什么 我隆重不在 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很单纯的来你们教会 他请我我就来了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大哥 大姐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可能等一下下来的时候 哎呀 我是某某某的妈妈 哎 我是某某某的姐姐 我说 原来你们在这边 因为我认识的人也不少 所以要有信仰的立场 你尊重神 神就当你是眼中的同仁 常常很多基督徒 一直埋怨上帝 怪上帝 为什么对他这样好 对我不好 你也认识的 你认识的 是你自己的问题 阿们 不要总是觉得上帝不公平 请问你 你又公到多少 上帝的时间你有给他吗 上帝没有跟你要求多 我常常讲 上帝只跟你要求9 只要求10% 他给你90% 不够啊 上帝没有跟你要求多 上帝只跟你要求10%的时间 然后90%你自己享受 你觉得上帝很过分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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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牧师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经历过最窝囊最窝囊的一个牧师传道的生意 我是被教会 革除职位出来 然后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然后连教会 一张椅子都买不起 怎么建立教会 18年 18年后 你讲长吗 蛮久 18年你讲快吗 快 18年你讲短吗 其实也蛮短不长 我从一张椅子一个会友都没有 到今天18年后 感谢主在这个MCO 终于上帝给了我们一件属于我们自己的教会 而且我们的贷款在短短的不到半年 我们只剩下欠银行不到5万块 我们就要还完我们的贷款 钱从哪里来 你问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冲冲冲 一直冲 做上帝的功 一直做 一直做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只要守住你的信仰立场 你尊重神 神不会亏待你的 很多基督徒就是过不了这段 阿们 成功的人生 你还要有属神的人生计划 那我们讲人生计划 大卫的人生计划是什么呢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分 是我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江北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这两节的圣经是讲到 大卫他把他自己人生计划的结晶 他介绍给我们 产业就是指我们一生当中快乐的事 快乐珍不珍贵啊 做人要快乐的 你要给你的给你选啊 你要很有钱跟你要很快乐 选一样罢了 你要选哪一样 一定是快乐对不对 钱这样多有什么用 你现在懂了 很多人还是看不开 还是要钱 我告诉你啊 大卫说什么 我人生的计划里面有一个字是很重要的 叫做乐 很多人啊 他到死了 他到棺材的盖要盖下去了 他回头看这一生 I was wrong 我错了 我是算了 我算错了 很多的人为了面子 他一生不喜乐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为了那个面子 他可以搞到自己很不快乐 更死哦 有的人哦 为了一口气 他不只没了快乐 他还得了一身病 中优异症 我上次刚刚讲有没有 你懂一个人为什么要中优异症啊 中优异症有原因的 你为什么会有精神病 为什么搞到自己心里不正常 然后睡不着 好像一个疯子一样在满街乱走 做么会这样 面子 面子值多少钱 对不对 我这个人是最不爱面子的 我是刀枪不露的 你试试看讲话伤害我 伤不了我的 对我来讲 面子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也不用顾虑你怎么看我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你们家 怎样讲道就讲到这么大胆 对不对 你不觉得我很大胆 对吗 好像我们很守不降 有没有 我说太太每次 师父每次讲我 拜托你狩猎一点 我说我就是我了 讲错就跟人家讲sorry就好了 对不对 讲错话等一下你讲 牧师你刚才讲这句话不对 ok sorry 我可以讲sorry 那你要我怎样 要摆十座你才甘愿 不用啦 放过我啦 摆十座我是可以啦 有啦十座应该有这笔钱的 但是你慢慢等 我十座就这样送给你 我还要帮很多人的 求主帮助 所以你这一生当中 你人生的计划里面 记得 钱不是计划 快乐才是你的计划 阿们 Be happy Don't make yourself leave in worryness only because of material things especially money 钱 我跟你说 没有用的 钱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让我们快乐 阿们 还有 贝通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的苦 来 我们讲一次 苦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忠的分 什么意思 听啊好啊 你这一生当中 有苦 你要把它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上帝给你的那个分 它是你生活的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有苦吗 YES 我有我的困难吗 有 你相不相信 可能Christine 没有办法想象 我再跟你们一起飞去 沙拉瓦之前 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我好像很吃饭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啊 我很多的问题 我问题还解决 见来长老就救我 走啦 我们去沙拉瓦 我要去玩的 我不要去听道 我不要去祷告的 我不要啊 我要去玩的 我要去吃的 他说OK 我答应你 结果去的有一点被骗的感觉 怎么还是有个牧师讲道路的 奇怪 我就开始感情了 笑了笑了 整天泡在这边我就惨了 还好是没有了 还好我们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很爽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三年MCO期间 我看了三个妆科医生 我动了两次手术 我差一点就陷入忧郁 我已经进入忧郁了 上帝让我 让我成为一个病人 发生什么事呢 改次有机会再讲 再讲下去 我看就不用散会了 我很痛苦 我在这个生病当中 我领悟一个人生很珍贵的经历 你们要听 两句话吧 听得懂就懂 听不懂就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辛苦的过程当中 我上了手术台 我动了手术又没有好 再中第二次手术 动了第二次手术又没有好 最后是上帝医好我 发生什么事改次才来讲 你知道吗 我领悟到痛苦是很难过的 难过是很痛苦的 就是我领悟的 什么是痛苦是很难过的 当一个人有痛苦的时候 日子就很难过了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过 对不对 同样的 当一个人没有痛苦 但是呢 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过 也是一种痛苦 我就明白这个东西 我感谢上帝他怜悯的我 他让我走出病人的身份 生病的阴霾 我被上帝医治 所以呢 这个好像 尾翼他们 这一批 你们的Kindom Revival Church 这些年轻人 其实我们相遇的时候 我告诉你 跟十多年前你们到我教会 他说他到过我教会 我都忘记你是谁了 我真的没有印象 跟十多年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相遇的我们 我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 因为经过了一场苦难的洗礼 我的人生观不一样了 你要告诉自己 我的生活有苦 那是我背中的份 神给你的 神允许的 不要躲 躲没有用的 我去面对它 对 像大卫所说的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背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什么是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诗篇有一节的圣经 它这么讲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来劳力 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往来进行 什么意思 你这一生 你能够吃多少 你能不能成功 你做生意 能不能够赚大钱 你做传道人 这样会不会复兴 你的家庭是否会幸福 你的身体是否是因为吃保健品 会健康 有的人吃保健品 没吃没事情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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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告诉你 英文有一句话讲得很对 什么是为我持守 the favor of God 上帝的恩宠在你身上 我告诉你 神要你成功 你就成功 神要你成就 你就成就 我跟你讲 全世界的人都吐你口水 你都成功 所以我告诉你 你没有做生意的命 你就算了 从华人讲 命水 这个命水 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 神所说的什么 他为我持守 他的恩宠 favor of the Lord 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基督徒 就是很蒙恩得福的 上帝就是特别对他好的 有没有 不要讲基督徒了 还有一些外面你的朋友 按照眼里好美 有没有 好美 知道 所以呢他说什么 我能够得的 不是我争取的 是上帝 他为我持守 不然的话你得什么 来我们对旁边的人讲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要顺服的 知道吗 好 对他讲 再对他讲另外一句话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第二句话 好 你有的我没有 你没有的我有 跟他讲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句话 常常只会看别人有的 然后一直看自己没有的 你有没有追到你有的 别人没有呢 有了 我有病 我有痛 他没有 我跟你讲 一个人啊 头脑进水的时候 你跟他讲这种话 他都会应回你 有咯 我有病 他没有 他嘴里 嘴里总是讲不出好话 为什么 因为相有形成 还有满足于神的命定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做做来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什么叫做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你要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 你能不能够为你的人生走到今天 你对自己说 感谢上帝 我的人生实在美好 你讲得出吗 你讲得出 Absolutely 对了 你又没有钱 到现在还在Proton Saga第一代的 又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 你就好好开你的车 我开我的Proton Saga 关你什么事啊 我又没有叫你坐我的车了 大大方方跟他讲 你要吗 要坐吗 我的车没有豪华味道 没有皮革味 但是有一种味 叫做幸福的味道 你就跟他讲 现在多少 多少的人 车子开大大辆 老婆跟人家跑里的人都不懂 对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 满足于神所给你 来 对自己说 我要感谢上帝 所给我的一切 Amen Hallelujah 还有 你要有属神的生活习惯 我必称受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紧接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右边 我变不出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到底他在讲什么东东 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的 大卫他之所以能够成功 他的人生是从习惯开始经营的 每一天每一夜 祷告清净神 灵修反思神 就至七八九节这三节 他的一个结晶 你读圣经一天没有用的 你读圣经一阵子没有用的 你要一直读 持之以恒的读 Amen 今天不是青少年聚会 如果今天是青少年聚会 我马上表演给你看 很多人说牧师你很帅 说我知道 我说牧师你身材很好 我懂 为什么 我有做运动 我自从我四十三岁 我第一次做身体检查 一验我的胆唇太高 慘了慘了 四十六岁我血压高 通通来了 四十三岁过后 不如从前了 龙哥已经有血压高 龙哥有胆部唇高 只差 还有一个还没有来 糖尿还没有来 我告诉你 我没有了 我现在比读圣经还全劳做运动 因为我知道 不是为了我要帅 我要身材 不是 是因为我有轻巧的身材 我才能够比较轻松自在的去做宣教 你明白我讲什么 我从来穿衣服就是 我这样已经穿得很体面了 我这样子穿已经很体面了 我从来不打领带的 你们相不相信 我自从做学生事工 我就不再打领带 热到爆 太热了 我去学校 我去学校学生事工 我就习惯穿 Polo shirt Polo T-shirt 一件淹水裤 我就进去了 学校照样请我 为什么我没有两个小时 像猴子一样 跳来跳去 唱歌给他们听 你叫我打领带 我真的宁愿上天堂 真的 所以我现在穿这样已经很体面了 因为第一次来你们教育 讲到 穿得体面一点 我还穿皮鞋 谁知道来到这边要脱鞋 这我的提示 我穿了一双三四百块 我新买的 我穿来你们教育 谁知道我不用穿鞋 我能穿皮鞋 那我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 就每天运动 开始时下的 这一个 四下 哇 喘到 好 筋脏快要断气 现在我平均每一天五十五下 one shot 再做别的运动 然后 跑步两公里十三分钟要跑完 就是告诉自己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 我心里很安慰 有一个美容师告诉我 美容师 很美的 做美容的都要很美才可以做美容的 他讲说牧师我告诉你 人的一生最难坚持的就是运动 赞同吗 运动是很难坚持的 我跟你讲 比灵修还难 因为灵修泡一杯咖啡 Nescafe 躺在那边读圣经 哪里会难 不会难的 哇 运动真的 你想要去运动 好像很活受罪这样 都已经流这样多汗了 为什么还要故意弄自己流汗 还要很喘 但是当你跑完回来之后 让你格外轻松 所以运动是最难自律的一个生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人生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习惯 而属神的生活习惯就是 圣经不要停止翻 嘴巴不要停止祷告 阿们 我已经讲了 这句话其实之前很多牧师都讲了的了 好 你们要不要做 就看你们自己了 要成功你们就做吧 最后 一个成功的人生一定要有美好的结局 让我们讲一次来 美好的结局 我曾经对你说过 这是个无言的结局 不要不要 我们的基督徒不是无言的结局 我们是有美好的结局 你这一生有一件事情 不管你怎么努力 都会发生的 就是你人生会结束的 对吗 大姐准备好了没有 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圣经说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几岁啊 Christine 70岁 强壮可以活到几岁啊 80岁 如果正常的话 我活到70岁 我现在剩下19年 你想想一下很快哦 19年 我下个礼拜六 下个礼拜五是我50岁生日 你们德国降临的时候就纪念我吧 哇 我就50了 我就剩下不到20年 如果神给我 我到70岁 70岁其实很长了 你没有 70岁其实很不错了 对不对 蛮够本了 差不多了 我还剩下19年 我不懂Pastor Jimmy剩几年 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我不知道 跟我一样 Pastor Jimmy72 老鼠是吗 原来我们是童年 哦 他是年尾 我也是年尾 我9月30号 差不多几个月了 他12月了 小我三个月 要比我大着 他比较幸福 只要在想 剩19年 很多人我慢慢听到 每天这样讲 不要讲 不要讲 我讲不要讲 也是会发生的吧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神如果给我活到80岁 圣经讲 其中所精夸的儿子 不过是四个字 老苦愁烦 不了 你多那十年也是老苦愁烦 做老人很烦的 你知道吗 真的 而且做老人很烦 孩子也觉得我们烦 对不对 不要这样烦 对了 不要这样烦 对 不要烦 这个是很对的 最近很多大姐跟我讲这句话 记得哈 不要烦 不要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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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静静就好了 反正你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该教的都教了 你就不用再教了 你自己去搞顶你的人生 除非你问我 我就讲了 亲爱的弟兄姐姐 美好成功的人生 你要在你最年轻的时候 你就为自己预备 美好的结局 阿们 他常常问自己 今天晚上我上床睡觉 我就这样去了 我的人生有遗憾吗 如果说 Yes 我就回去见主面 好得无比 感谢上帝 你的人生是很多人很羡慕的人 圣经说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留在阴间 多好 你看 上帝不会把你的灵魂 丢在哪里啊 垃圾桶是吗 阴间 还有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什么 求爱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哇 这句话是常常给很多老人家很大的安慰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做牧师啊 我常常去探访老人家 你知道他留在眼里跟我讲什么吗 你们懂福建话吗 你要听哦 我给你 你说没输了 我告诉你 我这四人 我活到这些是没意思 我做人家没意思 我吃四人我就是老口 我做人家口 我怕没有友好 哇 讲到很多 我讲到 真的是很惨 真的很惨 那我做牧师我们要怎么样 我只跟他讲一句话 安弟 我知道我听到了 你吃苦 你做人家没意思 你爬我了 你说对 我这些人都爬我 你还有 我说你爬我了 你要死了是吗 死了 你还有一个新的死命 你不能让你自己 是这样的牌名 你还要牌名 因为你爬到牌名 你死了都要牌名 阿们 我还要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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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话讲什么 上帝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你 你有喜乐 你有永远的福乐 你没有 劳苦 眼泪 愁烦 你要这样的人生 我们就是这样子 服侍这些所谓的命苦的人 我们必须接受一件事情 很多人他的一生是失败的 很多人的一生真的做错很多事 很多人的一生是在遗憾当中他结束的 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可以再成为遗憾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阿们 不要连你的灵魂都去受苦 你真的是一个 我不懂要怎样形容你这种人 你要活在今生 但是却是向着永生 来我们讲一次 活在今生 但是向着永生 阿们 这是好的物理 国度复兴教会 不是我永远的地方 国度复兴教会是我活着 我享受的地方 但是永生 天堂才是我面向的地方 阿们 最后 有一首的歌 这首的歌呢 是基督教历史很重要的歌 我不懂国度复兴教会有唱过这首歌吗 这首歌叫做千古宝藏 这首歌呢 它每一节只有四句话 而每一节的四句话 你要一口气唱完 因为人的一生只能活一次 上帝十人千古宝藏 十人将来希望 十人居所地应封义 十人永久家乡 在主宝座硬币之下 他寻生意相安居 未来神必为全保障 永远平安无虑 三船三味发现之事 行求为皆知谢 我没有记了 愿之太初便有生载 永远无尽封年 在神言中一千万年 恍若人间歌述 恍若初闻子也众生 转寻东方日主 世间真是大江流水 浪涛万象众生 转寻飞世 恍若梦境 早来不留余恒 上帝十人千古宝藏 十人将来希望 十人居所地应封义 十人永久家乡 这首歌是很简单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在传统基督教会里面 上礼出兵礼拜一定会唱的一首歌 这首是一种很伟大的诗歌 这首歌正告诉我们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永久家乡 是人永久的家乡 弟兄姐妹 我相信这个 这个伊丽莎白 女王她的过世 她的追思礼拜 应当有这首歌被送唱 这是基督教这一种很伟大的诗歌 所以一个成功圆满的人生 记得要有美好的什么 要有美好的结局 阿们 不要再唱李茂山的无缘的结局了 不要再唱了 那种歌是世界的人唱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在你自己面前 哦 主啊 今天晚上 主我们分享了很多 我们思想了很多 天父上帝愿你自己使用这些的话语 在国度复兴教会 所有的弟兄前面的生命里面 筑起那成功人生的筹码 谢谢你自己的恩兴 奉耶稣的名字 你的仆人如此真诚祷告 阿们 好 如果神的话 今天晚上给你鼓励 你就把掌声荣耀回给上帝 阿朗 荣耀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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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朗